刚才有一个网友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一心姐 知道一个人的身份正好 能不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否是负债呢 我说一般情况下不可能 除非是说银行 然后他能通过查你的证信报告 知道你是不是是负债 我也不知道这个网友 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我在猜想是不是他在找对象 然后是想摸摸这个人的底是否负债 但是我觉得挺可笑 为啥呢 这样的现象我之前见过 因为我之前不是初始别也讲过很多遍 我2015年16年我曾经做过信贷 在那个信贷公司里边 我们那个就是客服负责 维护客户呀 或者说余气了还不上 他负责就电话催收啊 就曾经就是那个客服主管 她是一个不缺钱的一个小姑娘 那小姑娘长得挺漂亮 她一直没有找到对象 因为她干金融吧 她对这些已经有负债的人 就是这个履历她是特别的在意的 就是感觉有点强迫症一样 那么她就是自己曾经讲过 她要想找对象 她一定会先去把她的这个真心 包裹拔出来 看看未来的这个相处的这个对象 是否有负债 曾经就是有这种思想 干过金融的 她自己天生她会有这样的一个防御机制 就这个人她是否有负债 是不是有在这种财务上的一些风险 她会去想到要查你的真心 而且现在的确是有很多 就比较怎么讲的 计较或者讲究的账目鸟 然后又帮这个闺女找对象 然后就把把关 这个看证信报告是其中一面 还有要看你的这个提前报告的 总花八门的啥也有 这是我们很多人 对于这样的负债的一个身份 就是证信报告的一个偏见 你不要这样去看这个问题就好了 你看我们昨天的时候 在直播间里边连迈的一个家长 她就是这样的 她觉得她闺女 从国外留学回来 然后名牌大学留学回来 薪资也不低 正好三十来岁 很优秀的一个姑娘 找了一个 她自己处的一个对象 比她大十一岁 而且那个男的还离过婚 她自己就接受不了 她觉得她闺女有病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思想和观念 她非常的固执 就是比如说吧 别人是有一些污点的 但是在这个时代 经济形势这么严峻的一个情况下 包括疫情三年 有很多普通的家庭 都已经背上了一个负债 完完全全 一点污点也没有的 那你有可能吗 太少太少 太难太难了 中国有十四亿个亿的一个老百姓 将近有八亿是负债 其中还要跑去 就是老人和孩子 你像大部分成年人 中年人 他都是有负债的 所以说拿着这个放大镜 就要去找对象 或者说找朋友 或者是说 你要是找这个员工 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找到 没有一点污点的这样的人 即便是你这个履历上 这个征信报告上没有污点 这个提前报告上没有污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的性格 他的家世 你要拿着这种的高臂 放大镜就去找人 我估计这辈子 你想找对象也找不着 少的人才也找不到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 就得需要去放平一个心态 我们去客观的 理性的 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现象 包括你像征信报告都花了 对不对 现在很多的这个金融机构 现在这个工作 确实也跑开 也由此看出来 我们大家不要过于在意这个征信 其实就是一个班里 比如说有十个孩子 那有八个孩子 那真心都坏了 所以说这个真心的意义又何在呢 别人面对我们人来说 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根本没有多大的一个价值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